铁路运输的特点 铁路运输是使用铁路列车运送旅客和货物的一种运输方式 其特点是 一、运输能力大 适合于大批量低值产品的长距离运输 二、单车装载量大 加上有多种类型的车辆 使它几乎能乘运任何商品 几乎不受重量和容积的限制 三、铁路运输的车速较高 仅次于航空运输 四、铁路运输占地面积小 受气候和自然条件影响较小 在运输的经常性方面占优势 五、铁路运输可以方便地实现驼背运输 集装箱运输及多式连运 铁路护运输是现代运输主要方式之一 它在整个运输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